歡迎收看邱世青核定本 又到每週一次來關心 烏克蘭戰場最新戰況的時間了 歡迎邱世青邱老師 但是在今天我們把鏡頭 轉向烏克蘭戰場最新戰況之前呢 老師這個要特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今天發生了一個 重大的國際新聞 就是這個伊朗總統 以及一些內閣成員搭乘的直升機 傳出失事啊 那我們在開始錄影之前 傳出應該是無人生還啊 那當然是一個重大的 這個震驚的慘劇 那老師怎麼看 這起事件 會發生之所以發生 這個事件最主要是因為 伊朗跟亞塞拜卵的邊界 有一個新的水壩落成 然後就是雙方一起約 就是到那邊去看 那邊本來就比較偏遠 那就是接近山區 所以萊西他是搭 萊西他們一行 就是總統機隊是三架直升機 那就是萊西總統 跟他的隨行的 還有內政部長還是能源部長 做同一架飛機 那其他還有幾位部長 是搭另外兩架飛機 那這個意外發生的時候 大概是去 是 昨天晚上大概十點多 我們就接到這個訊息 然後就開始不斷的 就是一直追追追 我們大概追到 大概凌晨 今天的凌晨兩點鐘 那就是一直都持續沒有更新 那那個時候其實很多人的討論 就是這麼久的時間 那一直都沒有辦法跟 總統專機的人員取得聯繫 那可能 雄多吉少 對 萊西總統的生還機率其實就不高 因為 發生意外的當下就是山區大物 然後飛 直升機的 飛行的高度可能又不夠 所以 不管是撞到數還是緊急迫降 那 因為它是降在那個山區 那山區其實蠻偏僻 而且沒有路可以到達 所以第一時間 收救人員都沒有辦法 連直升機在什麼位置都沒有辦法確認 因為應該也沒有爆炸起火的痕跡 那 後來一直到 到今天早上 就是我出門的時候 大概就知道 應該是沒有什麼人生還 那我們這邊可能就是幫助觀眾了解一下 就伊朗的最高元首其實並不是總統 他們有一個精神領袖 就是最高元首 對 但是他不是用選舉的 他們是一代 類似像一代傳一代這樣子 那萊西 萊西算是在伊朗政壇裡面比較偏溫和派 我們知道伊朗政壇裡面其實 還是有主要的兩股三股勢力 一股是比較親西方的 就是類似像伊朗的反對黨這樣 那另外一股勢力就是溫和派跟激進的 就是什葉派激進的那個政治團體 那萊西算是比較溫和派激進的 其實就跟台灣其實有點像 中間選民的這個區塊是占大多數 所以萊西可以選上總統嘛 那當然發生這種不幸的事件 對伊朗一定會有影響 所以在第一時間其實 他們的最高精神領袖 就已經指派副總統代行總統的權利 那整個伊朗就進入到緊急過渡的狀態 那這件事情 嚴格來說其實對伊朗的外交政策 其實影響不會很大 那國內的政治一定會有一波動盪 再加上西方世界討厭伊朗的人這麼多 所以一定會有很多攻擊 不過當然第一時間會有很多陰謀論傳出來 會不會以色列的摩薩德又出動 但是我們看當下的一些氣候條件 還有有關這個行程的情況 其實我們認為遭到暗殺的機率其實不是很高 那再來是萊西 就是伊朗的總統直升機隊真的太老舊 那萊西總統搭的空軍一號 它是貝爾212的飛機 貝爾212就是以前在台灣也有 就越戰的時候 那個UH-1H的那種飛機的民用型 叫貝爾212 那這個萊西搭乘的這架直升機 已經有40年的機靈 40年 對 因為第一個它是比較老舊的飛機 再來就是因為通常直升機 因為載重的關係 所以通常都不會有比較好的 態勢感知的電子儀器 所以一遇到比較惡劣的天后 或是遇到比較容易發生問題的情況的時候 直升機的耐受程度 跟一般固定義的飛機 還是有很大的差別 那最近這幾年 其實我們周邊 包含我們自己陸陸續續發生了很多 跟直升機有關的事 比如說去年日本智慧隊的高級長官也 就是連黑鷹這種 應該是目前比較先進的軍用的直升機 一樣很容易就失事 那再加上我們自己發生 那個超夢總統 沈一鳴將軍 也是搭乘直升機出事 所以直升機它天生對抗惡劣的天氣就 就能力比較不足 那萊西他從亞塞拜南邊界回來的時候 天氣 起飛的時候天氣是好的 但一進入山區你突然就遇到那個起大雾 然後視線很不好的情況 飛機就完全靠飛行員的技術 如果飛行員操作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很容易出事 因為直升機的飛行高度本來就比較低 它比較不容易脫離 而且在高海拔的地方 直升機也比較容易動力不足 那綜合這些條件我們的研判 就是基本上跟以色列暗殺的機率 相關聯性應該是比較低的 OK 好 來吧 回到烏克蘭戰場 這個老師早先跟我們講的三個 北方戰線的想像 有更進一步的 有更進一步的揮力 目前我們大概可以確定是二 因為普丁總統在 在那個哈爾科夫回答問題的時候 他就明確的講就是 俄羅斯目前沒有進攻哈爾科夫的打算 目前沒有進攻哈爾科夫的打算 所以我們一二三 我們大概就可以確定是二或者是三 就是我們還不能排除三 但是一的情況是比較沒有 那俄羅斯如果想要完成二這個目標的話 那就必須要在哈爾科夫的周邊的戰術移動 因為我們已經很明確知道這個目的 並不是要發動一場很大的會戰 那就是看他在建立緩衝局這個過程裡面採取的戰術思維 是不是能夠幫助俄羅斯總統達成他想要的目的 所以我們看下一張 那這個是目前最新的進展 我們知道俄羅斯在俄羅斯主要第一順位的目標 應該是沃爾城斯克 對所以目前俄軍已經跨過沃爾城斯克 沃爾城斯克這個城市 就烏克蘭那個地方的城市很喜歡沿著河蓋 所以這個城市又被一條河分成 他都有東岸西岸就對了 對沒有他分成北岸南岸 那目前北岸只剩下靠近河岸的部分 還有少數烏軍在堅持 那其他的北岸的地區基本上俄軍就控制 那這一條河叫沃爾恰河 那昨天晚上的消息是 俄軍已經渡過沃爾恰河 因為對於烏軍來說他最好的解決方案就是 就是沿著沃爾恰河的南岸進行防守 那看起來很明顯的他們這個階段 想要沃爾恰河防禦的這個企圖也沒有達成 為什麼因為俄軍從旁邊 從那個河灣的地方 那邊還有一座橋 那就從橋那邊渡過來 所以目前俄軍已經進入到河的南岸 所以如果俄軍在沃爾恰河南岸站穩腳步的話 那沃爾恰河掉就是時間的問題 但是為了給沃爾恰河 因為烏軍的增援其實已經來了 就至少20個營的兵力 都聚集在哈爾科夫的這一線嘛 那進入到沃爾恰河的部隊其實並不多 沃爾恰河主要還是有 自由俄羅斯軍團 還有一些 哈爾科夫當地的國土防衛旅還留在沃爾承斯克裡面 那為什麼沒有辦法在沃爾承斯克這邊 集中烏軍的增援來抵抗 因為齊比捏跟斯塔里奇亞這兩個村子掉了 因為看起來俄軍的企圖就很明顯嘛 沃爾承斯克他對外的交通線其實並不多 所以俄軍只要從斯塔里奇亞這邊橫過來切斷這條線 他從齊比捏這邊往南威脅這條補給 沃爾承斯克進去多少物就被包 陷在裡面 那可能是有擔心這一點 所以其實後面的增援並沒有往沃爾承斯克進去 而是在相對比較南邊這一線步伐 因為可能也是擔心俄軍在這一線有突破 為什麼因為當沃爾承斯克掉了以後 其實真正影響的到不是哈爾科夫這一線 他會影響南面庫比揚斯克內線烏軍的情況 那問題就很大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很清楚 就是針對沃爾承斯克這邊 希爾斯基增援來的位置擺的都是擺在這一線 就是在防止俄軍在突破以後繼續往東邊走 東南邊走 那庫比揚斯克那邊一大堆的烏軍 那問題就會真的很大 所以目前可以看得出來 在沃爾承斯克這個方向 烏軍防禦的主要的位置大概都是在這一線 就是怕俄軍拿到烏爾承斯克以後 沿著這條線繼續往南走 那就會對庫比揚斯克 就會是第三條路線 他很怕他走第三條路 那問題就很大 所以我們可以看 其實烏軍 謝斯基他也是會用兵的人 所以針對沃爾承斯克的 沃爾承斯克在這邊 針對這個位置 其實他們主要防禦是防禦在這邊 因為既然普丁公布謎底的他的兵力 不會進攻哈爾科夫 對他兵力在投入哈爾科夫的必要性就比較低 那再來就是其實哈爾科夫是一個很難守的城市 那你就算是投入很多的兵力在哈爾科夫這邊 但是只要俄軍控制了利普旗 那俄軍控制利普旗的前提是 是這兩個高地至少控制一個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俄軍已經沿著這片高地直接打過來 所以如果俄軍拿下利普旗 那就是在哈爾科夫北面的那個大門的兩個門繩 就是這兩個高地 那如果全部被俄軍掌握的話 那哈爾科夫俄軍就根本不用打 因為他這兩個高地就可以俯瞰哈爾科夫 哈爾科夫全市都會在俄羅斯武裝部隊的火力攻擊範圍之內 那我們目前還沒有發生 那我們可以預計未來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 俄軍主要的目標不會直接是利普旗 而是利普旗東面的這個高地 這個高地非常重要 那因為我們原本的地圖比較不容易看到高地的位置 所以我們套我們疊了一個那個3D的地形圖 所以比較方便大家可以知道利普旗這邊的位置 他就是在一個谷地裡面 但是他被其實他被三個高地夾住 那一個高地俄軍已經控制了 那接下來就是東面的這個高地 當東面的高地也控制了利普旗就一定會壞掉 如果普林說的沒錯 就是現在沒有進攻哈爾科夫的打算 那大概這個戰線就會停在這裡 對就會停在我們預計就會停在這個高地的這個點 為什麼因為你拿下高地以後 這個高地要拿比較難 但是北面跟東面的高地 俄軍拿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你拿了以後 然後接下來你想要再沿著這條通路去進入到 比爾格羅德的機率就會很低很低 而且接下來你有高地 所以接下來你想要很輕鬆的去砲擊比爾格羅德 也會比較困難 因為高地很容易就可以針對你哈爾科夫的位置反擊 就你在這一線的平地上面的砲兵 都烏克蘭的砲兵 就你打得到比爾格羅德範圍裡面的 砲兵部署的位置 都在高地的觀察範圍之內 所以砲兵進到這邊 那就是直接就送頭 所以我們預計就是這一線推 應該會推到這個高地的位置 那接下來就是看沃尔斯克 為什麼因為就戰略的意義來說 沃尔斯克才是俄軍主要 你拿了沃尔斯克你才有辦法說 你建立了一個緩衝軍 因為沃尔斯克離邊境太近了 以前自由俄羅斯軍團 他們就沿著這個路開車 這就直接就進去了 那當你拿下沃尔斯克以後 北面這邊加上利普吉這邊的高地 那烏軍想要再從北面 進入到比爾格羅德的難度 就變得很高很高 OK 好 那查舒夫亞這邊又有動態了嗎 對 這個我們地圖 還來不及更新 但是今天早上出門之前最新的動態 就是98空降師已經打進去這個圍區了 所以接下來幾天應該就是查舒夫亞 這個人工運河移動的關鍵的時刻 為什麼 因為我們目前知道第一排 這整個第一排的位置已經被閃兵控制 然後這邊的高樓區這個方塊 這個方塊已經俄羅斯控制了 所以剩下來的 因為你拿到高樓區以後 接下來剩下來的位置 烏軍就得要退 那烏軍只要一退 那運河移動的位置 搭配這邊的森林地 那可能剩下來的 就只剩下這個卡列琳娜的這個村子 那卡列琳娜這個村子現在 現在兩百旅也在打這個村子 所以整個人工運河移動的區域 大概都俄羅斯會控制下來 那這個大概就是這一兩個禮拜 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可以預測 那所以我比較好奇是 老師你下面這個登山隊 已經劃到這個愛口了 對 所以是他已經封鎖這個愛口 對 他已經堵住了 所以接下來就是因為他堵住了 所以接下來這邊才會掉 那 閃兵他是分兩路 就東面一路 南面一路 然後就是一樣 他就是一個前行的戰術 所以目前就看這個圍區整個控制下來 因為這已經打兩天了 今天是第二天 那就看俄軍在這邊能不能站穩腳步 如果能夠站穩腳步的話 烏軍就只能退回人工運河的西面了 那退回人工運河的西面 就等於整個阿特木的 整個阿特木戰役之後延續的攻勢 大概就會停在這邊 因為我不認為目前 俄軍會想要越過河去打整個 查蘇夫亞 目前現階段沒有很大的動力 那這一線的俄軍也準備要進入休整的時間 只剩一個半月了 OK 好 再來就是 奧契列經驗 對 他還是慢慢慢慢在往新奧列山的 李福卡這個方向擠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目前中部軍區的 所有的公式的行動都放滿 放緩了 然後整個中部軍區的 整個中部軍區的在這一線 因為他們從去年10月開始打到現在 那中間當然有歷經一部分的輪替 第一波的輪替 那接下來他們要開始進入第二波的輪替 為什麼 因為如果我們按照時間序來推 假定要在7月發動夏季公司的話 現在只剩下一個半月 那你這一個半月 你必須要盡量利用時間 讓部隊回去修整 就是還沒有輪替的 然後有些部隊他有新的兵員補充 這些新的兵員補充 也必須要在後方進行訓練 然後壞掉的裝備 然後消耗掉的彈藥都必須要得到補充 也只剩下這一個半月的時間 那我們大概可以預測 就是7月份的夏季公司 中部軍區應該還是主攻部隊之一 因為我們從他這兩個禮拜開始 輪替部隊的強度跟數量 就是他也是很急 因為剩下的時間也不是很多 所以他從前線也是大量的部隊 在往後輪替替換 那現在就是雙方 馬西爾斯基的烏克蘭那一方也開始在做輪替 現在28旅就已經掉到赫爾松 其實慢慢慢慢 烏克蘭的部隊也開始在集結 那如果我們是考量到夏季公司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其實俄羅斯他們挑這個時間點去打哈爾科夫 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決定 為什麼 因為你打哈爾科夫 這是攻其所必救 那烏克蘭你不能不守哈爾科夫 當你在重心被拉到北面的哈爾科夫的時候 中部軍區 然後還有南部札波羅熱內線 還要包含蒂涅伯河集團的部隊修整 就比較容易脫離戰鬥 因為我們講在前線你要脫離戰鬥 其實是比較不容易的 但是你利用一個哈爾科夫的一個重等級的攻勢 你反而可以讓整個第一線的部隊 可以很按照你的規劃 就進入到修整的階段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的點 那我們看到 因為烏克蘭也在準備他的下級攻勢 所以他增援哈爾科夫一線的方式 也非常非常的特別 他增援的方式並不是 比如說115鋁或者是47鋁 這樣整個鋁掉上去防禦協助防禦 不是 他是一個鋁抽一個贏 然後有的鋁 可能泡兵的數量比較多 所以他會抽一個機械化步兵營加一個炮兵營上去 哈爾科夫支援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增援的方式 這也是因為 烏克蘭的兵力也不夠了 那又要準備下級攻勢 又要準備哈爾科夫的方向的防禦 所以西野斯基也只能被逼著用這種方式 那講到俄羅斯的輪替跟烏克蘭的兵力補充 我們知道這個禮拜開始就5月20號 今天 5月20號 烏克蘭新的動員命令就生效了 所以從5月20號開始 烏克蘭的全 就是烏西的全部的征兵辦公室都要出動 因為他們必須要在一個月之內 補充將近15萬的兵員 就是要到街上到處抓 所以昨天烏克蘭的社群媒體 就有很多人互相在提醒說 接下來一個禮拜就不要出門 男性不要出門 因為你會在各個地方重要的 因為你搭公車會有人上來檢查 然後你就會被拖走 然後你到工廠去上班 你要上班才有薪水 你到工廠去上班 那征兵辦公室會到工廠去抓人 然後蒂涅伯羅 彼得羅夫斯克的州的州長 都出來抱怨 他說他們這個禮拜開始 公車至少要停開一半 為什麼 因為公車司機被抓走一半 沒有人開公車了 這會太誇張 你就是這種 就是我們好像在過去很多 像是抗戰或是內戰的時候 拉夫 拉夫對 這個21世紀了 然後還發生在烏克蘭 然後拉夫要湊15萬人 對他要在一個月之內湊15萬人 不然他下季公司沒辦法 如果我們一樣反推 因為俄羅斯也開始在做準備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邊會看到 中部軍區開始 公司會放緩 因為他必須要至少三分之二的兵力 都要拉到後方去修整 那因為你部隊必須要經過修整以後 才有辦法回復戰力 那烏克蘭比較麻煩 烏克蘭因為他現在前線的兵力本來就不夠 所以他要補充前線的兵員 他必須要動員 那我們算一下 這個禮拜520開始抓 讓你抓到6月 那湊滿了15萬 那這15萬人要訓練 然後要 要編配到部隊裡面去 然後要去適應部隊的生活 那一個半月要怎麼形成戰鬥力 我是很懷疑 也許烏克蘭人天生 可能基因比較強大 他們對熟悉戰鬥的節奏 掌握的程度比較高 但我還是不是很客觀的認為 那最近這上個禮拜 也有很多西方的媒體跟智庫 也不斷的在講這個很大的問題 是拜登政府 他們提供給烏克蘭的軍員 主要是武器裝備 那烏克蘭現在最主要問題是缺人 所以這個就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 在歐洲外交上面的一些角力 比如說烏克蘭已經要求好幾個國家 要把他在國家 在這些國家避難的難民 符合徵兵條件的要送回來 那當然很多很多歐洲的國家不願意照辦 但是聽說波蘭已經同意了 所以前一段時間在波蘭的 就是一些逃到波蘭的烏克蘭人 其實在波蘭製造了很多的掃動 因為他們不想要回 不想要回烏克蘭 那但是你要 烏克蘭你也沒辦法阻止這些 這些外逃的烏克蘭人不回來 所以他們就用了很多很奇怪的招式 比如說他不跟你換護照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一些歐洲國家 烏克蘭的難民他們是會提供工作的 但是他們的條件是你必須要有核保證件 什麼叫核保證件 就是你的護照有效 所有護照都有效系 那你只要 烏克蘭的外交部不幫你更換護照 你護照就失效 護照失效雖然說 在很多歐洲的國家 他不會把你遣返回去 但這意味著你沒辦法領 沒辦法工作 你沒辦法領 就是他們有一些針對烏克蘭的難民的一些補助 就每個月會給一定的金額 再來是你也沒辦法工作 那就造成這些人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烏克蘭政府 因為他現在急需兵員 他監獄的犯人都要出來當兵 所以這個情況大概也是 因為夏季公事展開在即 但現在武器裝備應該問題不大 但是人力是一個烏克蘭現在面對的問題 OK 好再來內塔洛沃 對這是我們一直關注了很久 就是這個三角洲的地區 為什麼 因為整個阿布迪布卡的公司在南部 最後的剩下最後的一小小區塊 就是這個三角洲 那內塔洛沃 俄羅斯已經控制了90%以上 剩下來的就是最西邊的這一點點 那因為內塔洛沃被控制了 所以一下子從俄軍的控制區 一下子從這邊就跨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三角洲目前 就是他很多西方的一些軍事觀察家 他們講說這個三角洲 就是為了俄羅斯預留的火力殺上去 只要俄軍膽敢進來 俄軍的砲兵就可以從這兩面 直接夾擊這邊 但看得起來俄軍並沒有要進去 俄軍他可以從北面推 可以從南面推 所以我們在觀察這個區域的話 就是剩下的這三角洲的區域 應該 俄軍還能夠控制的時間也不多了 那整個從阿布迪布卡的 崩潰之後我們可以看 俄軍他還是在全線不同的地方發動攻勢 即使部隊已經進入修整狀態 輪替來的部隊還有辦法在前線 給烏軍製造這麼大的壓力 就表示烏軍前線的情況是真的不是很OK OK 好 克拉斯諾哥羅夫卡 這個跟上週老師就有講說 這是一個穿插 對穿插成功的穿插 就導致目前克拉斯諾哥羅夫卡的防禦 大概也就是在倒數計時中 因為你能夠依賴的補給 就是跟人員輪替的路線 現在就只剩下這一條而已 那北面的這邊 俄羅斯已經控制了 再來就是東面已經推到克拉斯諾哥羅夫卡最東的邊界 也就是烏軍剩下來就是滴地 因為這邊比較高嘛 這邊就是這個池塘邊的滴地 你只剩下滴地在這邊的一些別墅區 那其實這邊的房子都不多 大概集中的位置只剩下這個 所以克拉斯諾哥羅夫卡的烏軍的防禦 也大概快要無效化了 就接下來剩下的時間 也是在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左右 克拉斯諾哥羅夫卡就會掉 這是我們預期 那克拉斯諾哥羅夫卡掉 對鈍涅刺客來說 就是鈍涅刺客人民的一個重大的成功 因為從阿富迪夫卡 克拉斯諾哥羅夫卡到馬林卡 就是沿著過去2014年以後 而烏軍在北約的幫助底下 針對鈍涅刺客的封鎖的三個要塞的城鎮 就全部都沒有了 那對烏軍來說當然是很不好的消息 為什麼 因為過了這三個要塞城市之後西面 就是廣大的平原 那烏軍也沒有建立足夠的防禦陣地 所以夏季公司就 如果順利在這一兩個禮拜 克拉斯諾哥羅夫卡耳軍控制下來的話 那夏季公司耳軍可以有的選項 就會非常非常的多 OK 好 那這個是最近很多朋友在討論這個 就是講說去年的春季大返攻 然後就是從原本說要直接突破 打到黑海邊 然後結果後來這個不斷的下修 不斷的下修最後就聚焦在拉伯蒂諾 結果現在在這個2024年5月 在大家沒有特別注意的情況之下 不但吐回來了 而且還倒吐了 對 就是如果我們說去年的烏克蘭花了這麼大的代價 然後最主要的戰果大概就是拉伯蒂諾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有把舊的紀錄調出啊 在2023年9月的時候就是棕色的這條線 這雙方的接觸線的位置是在這邊 那那個時候其實蘇柔維巾 蘇柔維巾防線其實就在這條棕色的線的前面一點點 那烏克蘭非常辛苦 就是暴惡最先被擊毀就是在這邊嘛 那還有挑戰者 那挑戰者坦克 那幾個北約的九大金剛 就是九個北約訓練的旅 用的北約的戰術 那基本上全卡在這個位置 那那個時候我們其實就已經跟大家講說 那烏軍並沒有形成一個真正突破的態勢 因為他並沒有辦法從拉伯蒂諾的這個周邊展開 最主要就是因為俄軍堅守在拉伯蒂諾西面的這個高地上 把即使烏軍已經進入到拉伯蒂諾 他一樣沒有辦法向旁邊展開 就表示烏軍並沒有突破防線 或者突破防線的眾生還不夠 那當然我們去年這樣講 就很多有意見的人給我們很多批評指教 但最後證明我們的描述是真實的戰爭的情況 大家都在關心哈爾科夫的很重要的戰役的時候 拉伯蒂諾就被俄軍 其實這已經打了將近半年 俄軍在拿拉伯蒂諾並不急 他是慢慢一塊一塊一塊的持有時候進去了又退出來 就盡量消耗拉伯蒂諾這一線烏軍的防禦能力 那一直到上個禮拜我們可以確定 拉伯蒂諾本身已經沒有烏克蘭的陣地了 烏克蘭離拉伯蒂諾最近的陣地在這個位置 在北面的這個位置 那防禦當然是會比進攻好做 所以這邊以烏克蘭還留下來的幾個旅 應該還是可以勉強可以守得住 但是因為他處在一個比較不利的位置 他在一個口袋的帶底 所以如果俄軍真的想要拿 要把這一塊的烏軍吃掉的話 他從左邊跟右邊其實是可以夾 那目前看起來俄軍主要的目標還是截至兵力 因為夏季攻勢到底要怎麼打 這對俄軍來說除非他要一路再往北打到庫班 其實離庫班很近 不然他其實這一塊收復收復 因為拉伯蒂諾拿回來以後 對烏軍士氣的打擊比較大 就是去年把這麼多資源跟人命消耗在這邊 對你就打了一場寂寞 對就365天之後 不到365天 白忙一場 對但是我們從戰果的比較上面來看 就是雜如日內跟希爾斯基的指揮風格 非常非常的不同 雜如日內他是比較傾向穩紮穩膽 他比較不會去冒險 他沒有那個本錢他就不會冒險 但希爾斯基看起來是比較會冒險 為什麼拉伯蒂諾這一塊忽然掉 因為這邊有一部分的部隊也被抽去支援 好好克服 所以相對的整個前線的部隊的 整個烏軍的防禦 是個桌巾箭軸的概念 對整個烏軍的防禦能力 除了原本就已經兵力不是很夠 那像這種不是整個旅掉 就是一個旅出一個營 一個某個地區 你必須要給我出一定的兵員數量的情況底下 那會影響到前線防禦的部署 那是直接馬上的衝擊 所以我們可以看 即便俄軍的攻勢其實都已經結束了 那他冬季的攻勢都已經結束了 他們剩下來輪替的部隊 還是可以在前線給烏軍造成很大的壓力 這就表示說烏軍在防禦上面 就比較不容易應對 這也是我們剛剛講 為什麼俄軍在哈爾科夫 現在這個時間點在哈爾科夫 發動一個這樣子規模 就規模不是很大 但是打在你避舊的地方的一個攻勢 會造成的影響 就盡量去消耗掉你原本可能可以輪替的節奏 或者是你現在就必須要考慮 那我為春季公事做準備的這些部隊 要不要提前運用 那這些資源要不要提前動用 那當然俄羅斯總統普丁是講 目前沒有佔領哈爾科夫的計畫 但是是目前啦 那萬一想到了 那看你那麼虛弱 那直接就打穿了 那你怎麼辦 北方現在公司就一直被人家這種感覺 就是想說好像 好像預期中的防線都不存在 然後讓俄軍好像以這麼小的兵力 就可以一直長驅猛進 拉平可能也會覺得很意外 因為拉平打仗比較不靈活 但是因為他真正俄軍推進了 然後才發現 根本跟原本計畫裡面 會遇到的情況不太一樣 所以搞的第一波的兵力 其實俄軍的兵力是比較不足的 就是他第一波發動攻勢 大概就一萬人左右 他後面就是因為推進太快了 才把另外一萬人加進 所以目前在前線 整個北方戰術集群 真正在戰場上面的人數 大概兩萬人左右 其實兵力也不多 我們光打奧切列紀捏的俄軍 可能都三萬到四萬人左右 光一個奧切列紀捏 可能兵力都會超過哈爾科夫的 一百的兵力 那這沒有辦法 因為你打進去了 你會發現你會被拉動 為什麼 因為戰線就穿了 嗯 OK 好 在進入重要事件之前 老師來針對戰局做個結論好了 你現在對於這個夏季公事 你還是保持一貫 覺得是在赫爾松的看法嗎 應該還是赫爾松 目前赫爾松 但是俄軍的選擇就很多 俄軍的選擇 哈爾科夫當然 我們不認為他夏季公事 哈爾科夫會有很吃重的角色 目前這樣看幾個 幾個可能發動的點 哈爾科夫應該是還排在很後面 那我們認為 比較可能的就是 比較可能夏季公事 查舒夫亞跟 奧切列紀捏的聯動 嗯 對就是 你還是認為那一塊 他會把他 他會把他戰線拉平 對 頓捏斯克北面 就是頓捏斯克北面的這一塊 另外一個當然是庫拉貨物 就是 狐利達爾的附近 對 為什麼因為 對 因為狐利達爾 那個 那個也很難 如果是指揮官 我也很難拒絕 因為那個只要打穿了 那整個 烏軍的夏季公事就成泡銀 所以 那評估就是 查舒夫亞跟 查舒夫亞到 奧切列紀捏的 這個 這個聯動 那再來就是 馬寧卡以南到庫拉貨物的這一塊 OK 可能的兩個選擇 但我們不知道 爾軍會不會真的這樣子做 OK 前面講到說 北方集 北方集群才兩萬多 兩萬多是作戰兵力嗎 還是包括後勤 沒有 就作戰兵力兩萬多 作戰兵力兩萬多 然後呢 就可以 逛街逛進去 對 就是好像 這個進展比大家想像的 要快速跟重大 那結果 其實在網路上已經很多新聞了 包括這個 我看到很多烏克蘭 自己的這個新聞 或是西方媒體報導 都說這北方的防線 照說是做了很重大的 這個國防投資啊 結果好像貪污舞弊 或是說 什麼樣的因素 讓這個防線 也看起來里里拉拉的 對 因為這個突破 其實遠超過我的預期 就我必須要說了 因為我也不認為 哈爾科夫的 就是以北方戰術集群 這麼少的兵力 再加上很多都新兵 那北方戰術集群 其實這次打仗的 很多 他並不是老兵 並不是像南部軍區 東部軍區有很多老兵 那北方戰術集群 就是很多打仗 其實並不是 都完全是 就是老兵帶新兵 他們打的第一場 就是 其實我們 我們應該正式的稱呼 應該是那個聖彼得堡軍區 那現在已經沒有西部軍區 西部軍區切成莫斯科軍區 莫斯科軍區就是在 原本西部軍區在那個 克爾米娜那一線 現在是莫斯科軍區 那這一線 哈爾科夫這一線其實負責的是 聖彼得堡軍區 那原本 這個新成立的軍區 讓這麼多新的單位 那邊進來 那指揮啊 協調上面應該會比較不好嘛 對不對 所以我本來就 就沒有 因為我們知道他們要打 但本來沒有預期會這麼順利 但意外的順利 甚至我們看到很多 很多俄軍的進攻部隊 他是 但是就直接走進去了 走進去 烏軍就退了 後來我們不斷的去找雲 因為你還是必須要知道為什麼 突破是如何突破 那防禦是如何防禦 所以我們用很簡單用這張 無人機拍攝下來的圖 就給大家看 在哈爾科夫北面 這個號稱去年11月 就開始構建的 北方防線 烏克蘭版的疏弱維京防線 那當然因為我們 其實並不會特別去找很細的東西 就是沒有發生 哈爾科夫突破的時候 我們不會去特別找這個 那等到突破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跟很多預估不一樣 然後我們就去找來印證 然後我們就從這個影片 接下來我們大概就可以知道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哈爾科夫北面烏軍的防禦陣地 那我們從這個防禦陣地 第一個 他站好就不及格了 這個在克里米亞 以前克里米亞戰爭時期 如果是沙爾的將軍 就直接拖出去逼人 你防線搞成這個樣子 是根本沒有 我們等一下會有對折 他為什麼會是這樣子的形狀 因為他應該是要 這是一條馬路 他最主要應該是要 卡住馬路 那卡住馬路的防禦攻勢 並不是這樣子 他為什麼東一段西一段的 你後方的這個戰壕 你也沒有交通好 然後也沒有給裝甲車預留的通道 然後這個剛好拍到 這個就是烏軍放棄陣地往後撤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他是直接暴露在地面上 他機動轉移完全沒有任何的保護 那你最起碼因為你是道路 所以你應該要有龍牙 龍牙去哪裡了呢 我們後來知道龍牙都一堆一堆堆成小山 沒有鋪設就對了 對他根本沒鋪設 然後包商就直接把龍牙堆成一堆小山 龍牙根本就沒有鋪 那沒有鋪的龍牙是沒有作用 再來是這看得出來 這都是挖土機挖的 這並不是人力挖出來 挖土機挖 然後為了便宜行事 因為你要挖成鋸齒狀比較辛苦 所以他就直接給你 直接就鏟一條過來 這種防禦工事 你不要說滑翔炸彈 那個滑翔炸彈一炸 這個整個陣地都沒有 你就是一般的砲擊 破砲砲擊 你都沒辦法阻擋 所以烏軍會跑是 就一番砲擊之後烏軍不跑 是因為太淺了嗎 不夠穩 不夠堅固嗎 不夠眾生 然後也沒有隱蔽布 大家都待在豪鉤裡面 對 豪鉤啊 砲擊下那個破片 就直接橫掃一豪鉤 甚至如果有步槍兵 然後進入了豪鉤的一端 他就可以打到 他只要一個人 就可以控制這整條豪鉤 這是非常不及格 我們看下一張 這是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 就有講過 這個是一個很典型 北約的 對 他這個位置是在 阿富底夫卡西側 這已經是臨時陣地 就以頓巴斯戰場來說 這個陣地都已經是 簡陋到不行 但是你相比哈爾科夫 這已經豪華版了 就該有最起碼該有的東西 他都有 那你就相對哈爾科夫的 他的戰壕是曲折的 然後他不會直接被砲擊 你沒辦法一路過去 再來他在不同的地方 他會射掩避步 所以士兵砲擊的時候 他可以進到側面去躲 你就不容易被破片 就是一掃一整個豪鉤 所以再怎麼樣 而且他有交通好 所以最起碼你在移動的時候 你是沿著交通好 你不用擔心 就直接被機槍一片掃倒 所以這個老師得到的訊息 就是貪污舞弊嗎 對 那我們要知道 這必須要是一個非常大 我們這整個哈爾科夫州 北面的防線都長這個樣 所以這必須要是一個 非常龐大架構的貪污 那這樣就可以解釋 為什麼俄羅斯會用 這麼少的病例發動攻擊 雖然即便他沒有要執取哈爾科夫 但可能也許他早就透過無人機 或是一些衛星觀測 他早就知道說你的防線長怎樣 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謝斯基調來的這些征員的各個營 他們現在要進入陣地 他們現在在喊我陣地在哪裡 沒陣地 那現在就是每個區域劃給他們 那他們要想辦法 問題是他到那邊 我們知道公事是需要 購公是需要時間的 現在這些營 尤其是沃尘斯克周邊支援 跑去了跟進陷阱一樣 因為你必須要防守這個陣地 但這個正面 但這個正面完全沒有陣地 完全沒有防禦陣地 那有啦 有一些那個玉柱 玉柱混泥土的那個碉堡 那你現在去哪邊找起重機 去把那個碉堡 調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龍牙 龍牙堆成一堆 那個人般不動的 所以現在 現在過去支援沃尔斯克 你只能用什麼東西支援 你只能用人命支援 因為那邊沒有公事 你就只能跟俄羅斯拼火力 那俄羅斯他已經進沃尔斯克 像沃尔斯克對烏军來說 很難打就是這個樣子 基本上沃尔斯克本身這個 你想想看 哈 科夫這麼重要的方向 公事都已經長成這樣 那沃尔斯克那個 小村子裡面他的公事會怎麼樣 所以我們覺得啦 就是當然不是我們片面的 覺得烏克蘭的貪污腐敗很嚴重 而是很多西方媒體 包括美國國會 就是這一波在觀察 哈爾科夫這一線俄軍公事的 很多智庫得到的結論就是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失效 那如果我們用 用烏克蘭的經驗我們回過頭來看臺灣的話 就是一個 一個連結的政府 並不是只是造福老百姓而已 他對戰爭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因為不管給你再多的武器裝備 不管給你再多的資源 但是你的政府裡面 你的運作方式就是貪污舞弊這麼多 那對前線來說 這直接影響就是像哈爾科夫這樣 這軍隊就直接就走進來 那你看 大家看賬面上我們有很多投資啊 比如說我們花了很多錢去買火山布雷車 我們花很多錢去買很多 比如說我們的一艘潛艇500多億 這可以造核動力潛艇的 但是如果我們不願意去面對 就是國防資源的分配的問題 而是任由很可能 這裡面有貪污腐敗的腐敗的空間 就像烏克蘭一樣 烏克蘭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他跟歐洲要了這麼多錢 講說我要構築哈爾科夫的 輸入圍金房間 那構築到最後變成是這個樣子 但我們國家是不是 如果沒有立法委員在 在野黨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強力的監督 我們的國防是會變成像這樣 我們花了很多錢 面子工程都做了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達到真實的效果 可能都有疑問 OK 好今天非常謝謝邱老師 來帶來我們這個最新的 烏克蘭戰場最新的情勢啦 那同時我們也順道一提了 就是今天發生的這個重大的國際新聞 就是伊朗總統 這個目前已經傳出 應該是不幸罹難了 那還有內閣的幾位閣員 都跟著一起這個罹難 那會後續會有什麼變化呢 這個我們就持續關注 也請鎖定明天的一週軍事雜談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